最新一代的AMD移动旗舰小主机终于上市了 可以打3A游戏的那种 我这次拿到的是MiniSform家的 搭载了Zen3加架构的UM690 它搭配了12个CO核心 拿地表最强核弦AMD680M 并且支持PCIe 4.0跟USB4 怪物电人崛起 1080P中华制六指针畅玩 地平线51080P高画质50帧 中画质帧数在60帧左右 称完无压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经的 我是喜欢打游戏的金水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16加512的版本 咱们先开箱 打开之后 首先我们先看到一个拆机的警告 一个束放的支架 和一个19V 6.3A的DC的电源 一根SATA的转接线 一组脚贴跟一个显示器的外挂支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小主题的外观 外壳为黑色塑料材质覆盖 边角有一处银色的名牌 整体的外观是非常规整的 质感就相对差那么一点点 底部有两个显示器的支架的安装孔 正面是复位孔 电源键3.5的组合插孔 两个Type-C接口 其中一个是支持USB4的全功能结构 支持PD供电 外接显卡物 另外还有PD接口 另外一个是USB3.2Gin2的标准 指支持数据传出 背面的DC电源接口 2.5G的网口 4个USB3.2Gin2的A口 HDMI2.1接口 支持4K60P的输出 加上前面的USB4 理论上可以支持三台显示器 同时显示 我们取下四颗螺丝之后 就可以把外壳取下来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条8G的金士顿 4800MHz的DDR5的内存 一个BIOS电池 和一条金士顿的500G的M.2 这里面应该是PCIe 4的 固态下面有一颗联发科的RZ608 WiFi6E无线网卡 侧面还有一个SATA硬盘的转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它 添加一个2.5寸的硬盘 并且固定在顶盖上 拿出主板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 在设计上还是都是比较用心的 主板的背面是一个涡轮风扇 好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拆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固态硅脂给芯片进行散热 这比如核心的周边 是被做了一些贴纸的保护的 防止液金流到主板上 UM690采用的是 22年1月份发售的 Zen3家架构的6900HX 7纳米工艺 8核16线程 TDP功耗45W 基础频率3.3GHz 最高4.9GHz 最高支持6400MHz的 LPDDR5的内存 搭载了最新的RDNA2显卡芯片 680M 拥有12个CEO核心 显卡的核心频率是2400MHz 整体的性能差不多是7950X的6倍之多 支持AV1跟VP9的硬节 最高支持4K60P的输出 当我们为了机器能够得到更好的性能释放 我们刷了官方最新的BIOS固件 系统使用的是Win11 最新的22H2的版本 除此之外 还需要在BIOS里将它的功耗设置到54W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显存分配设置到4G A64单烤FPU30分钟 CPU平均可以保持在3.87GHz 温度最高87度 功耗最高77W CPU跟GPU双烤 CPU的温度在83度 频率在3.7GHz到4GHz左右之间徘徊 整体的功耗在77W左右 整体来说 它的性能释放调教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不到一升的体积 散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娱乐大师新版 CPU得分63万分 显卡得分11.9万分 更新了BIOS之后 CPU的性能还是提升了不少 功耗的峰值在92W左右 Syncbench R23 CPU多核评分13440分 功耗峰值90W 分数碾压了12500 基本达到了英特尔12代 桌面级的i5的水平 DNABEN是5 CPU单核得分1572分 多核得分9345分 功耗峰值是在92W左右 从对比上来看 单核多核的分数相对比较平均 CPUMark基础功能得分11005分 生产力的评分是8874分 整体上的评分可以超过 11代的笔记本加3060的得分 生产力方面是轻松拿捏的 Time Spy组合得分2764分 显卡得分2458分 功耗平均在80W左右 显卡的性能是上代5900HX的 Vega两倍左右 由于时间的原因 其他测试参数 我们就在这不给大家赘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暂停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游戏上的表现 英雄联盟1080P极高画质 不管是在对线或者在团战的平均帧数 都能达到130帧到140帧左右 可以完美的运行 CSGO1080P中画质 在局内游玩的时候 帧数可以达到100帧以上 非常的丝滑 原神1080P中画质 不同的环境跟战斗场景 都是可以保持在60帧左右的 怪物料人崛起1080P中画质 大幅度的移动跟战斗场景 都也可以保持到60帧左右 地平线5最高画质1080P下 也可以达到50帧左右 调到中画质 就可以达到57帧到60帧左右 基本上像这个帧数 是可以畅玩的 以上这些游戏在游玩的时候 它的平均功耗 基本上能达到80W左右 同时我们也测试了 另外一些大型的三叶游戏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暂停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UM660在OpenWrt下的表现究竟如何 我们用U盘作为启动盘 在USB4接口接了一个外接的USB网卡 作为LAN口 网卡的型号是RTL816B 这次我们使用小宝最新的固件 可是会出现兼容性的问题 无法显示CPU的温度 OpenWrt代机功耗是在20W左右 和我们手上的5800U进行对比 除了Chromemark之外 其他两项的分数都是低于5800U的 而且整体的代机功耗 要比5800U高上一倍 除去CPU的绝对行动之外 在软路由的测试项目 5800U其实更胜一筹 在网络测试跟网口的传输里面 都是可以跑满千兆带宽 跟2.5G传输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 好 总结 Miniform的UM690 整体的体积非常小小 性能又非常强劲 性能释放跟散热来说 总体都是比较均衡的 这次USB4跟PCIe 4.0的加持 又补足了上一代的短板 非常适合轻搬工的同时 又可以兼顾轻度的游戏场景 一些3A游戏的中画质 还是可以流畅的玩耍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2.5G玩口 不太适合作为软路由来使用 那么如果你有外接网卡 其实还是可以浅尝则指的 总体来说在各个方面 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APU的水桶激情 当然缺点还是有的 机器自带的NVMe虽然说是4.0 但是速度相对比较拉胯 那么有追求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换得更好的 如果想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我非常建议大家使用更大容量 或者更高频率的内存 其实这里我觉得有一点遗憾 如果它的外壳是金属材质 整体质感会更上一个台阶 如果是我来购买的话 我会优先选择准系统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会怎么样的选择 好了 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大家给三点言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